给下面的每个空格中填写适当的指示代词 从这天开始,我再没有见过他 主哈说,我该如何与这些无知者沟通呢 天哪,我不允许你批评我所爱的人 如果你重复这些话,我会与你断交 我会告诉你,我同年某天发生的事 以便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巴格达和巴什拉的信息 请问这两个城市坐落在哪里 我不止一次看过这两部电影 为什么我最近看到你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些女孩儿为什么远离法提摩 和哈桑在哪里谈话的那个女孩儿叫什么名字 欧洲的那些学生全身贯注于他们的学业 因此他们的知识有所增加 把下列动词放入他的位置并做必要的改变 我们很高兴参观新旧北京 我们更高兴地发现它在我们面前显得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 我们如何说服他改变他的计划 我听从了哈桑教授的话 第二天要回到学校 我代表同学与学院院长交换了意见 母亲告诉他的女儿 只要他与他一直互相爱慕 他就会接受同一个公事的同事与他订婚 孩子们认真听我说 当马哈摩德在路上走着时 他听到一个女士的声音呼喊他 兄弟你想用这些话吓唬我吗 我们年轻人不怕生活困难 我们年轻人不怕生活困难 我不要求你相信我告诉你的内容 你可以欣赏或怀疑他这是你的自由 我一点都不喜欢日本料理 我在拜访 苏兰曼教授之前打电话给他 以确保他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母亲再次向我强调 我必须珍惜我所度过的每一分钟 他在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中等家庭中成长 这些艺民族 Cart behand是 nudbing 公然用汗水和汎被建造了这些巨大的建筑物 别难过,亲爱的,放心吧,你妈妈会好的 也许晕夜让我难过 每周我都会打电话给父母 以使他们安心我在大学的情况 当谢里夫博士从旅行中回来 他首先开始询问家庭以及发生的事情 以便他放心他们